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事情比较多嘛 前几天呢 就把这个城中村里面的 好临时转移到这个会长中心 这边进行隔离的 有无尽座呢 还有无尽座呢 都是放到这里来了 海洋区那边 都是很严重 主要是海洋区比较严重 一天挣扎了几千的 这个还是蛮杀人的 现在那个城中村那边 全部都是封闭的了 刚才在过来的路上看得到 我是坐车过来的 车子还是可以正常的 只要不是广工区域的话 都可以正常行走的 这一条就是广交会的 外面的个大马路 这里时不时可以看到 有一些车链经过 但是行业呢 还是比较少的 对面 就是一个尖边 尖边旁边呢 都放了很多红色这个水马隔开的 我没有到那边去看 刚才本来想往这里面走的 但是就被这个工作人员叫出来了 不能靠近 像这些都是相关的一个工作人员 还有这里有一些工作人员的 非常实用的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能不能进去 往前面就去看好 而试上往前面走 广州这几天的话 天气也不太好 一直都是下了这种某某细雨的 哇这里都有人熟的 现在我能拍到的也就是这外面的一些像像了 其他的进不去也不敢进去 在这里继续往前面走看一下 前几天嘛就是海中心那边 那边那边那边那是晚上大晚上的就很多一些大巴车 我再继续往前走 那前面有个入口 我看能不能靠近一点 往前面看看 我看能不能靠近一点 从这里我看到了有两个 大白穿着衣服的 其他的那些入口啊全部都是锁上了 不是相关工作人员不能进去 前面有些车子救护车 还是学一些 会长中心码头站啊 现在这些公交都没有人的啊 应该隔离区是在前面B区 因为前面是A区嘛 A区我看到这里是在一个改降 好继续往前走 才到A区 这里已经有红色的看到没有那红色就是里面的一个水马隔条 然后那里有个什么一楼中心的那个车子只会车 看这边没有人 这是A区 A区目前没看到人 这边过去之后就是B区了 B区的话感觉就有这个水马是被隔离起来的 不一样跟A区 那说明A区的人是集中在B区 前面有人了 我有点胖 哦这是大门入口 估计我进不去了 看到没有这里有个救护车 以后还要跑啊相关工作人员的 啊就在这里啊 我还可以往继续往前看一下吧 就是往前走 刷着一句 情况大概是这样子 我现在没看到里面有人 一个我都没看到 除了刚才那两个小白 这边又是个什么区域 我就不知道了 就往前面走一下 看外面都是没人的 应该前面还有个入口 三号门 我没看到入口 就这周围全部围起来都有监控的 我都不敢去靠近 就这周围全部围起来都有监控的 就这周围全部围起来都有监控的 好像这边啊 哎呀 我都不够高 看不到 刚刚有两个小白从我身边走过 我闻到了好大的这个消毒水的味道 赶紧把口罩带回来 那现在我是准备回去了 这边我已经走了一圈 我这个也看到了啊 这这边是没什么人的 哎 他这些就是被拉过来的 这些人都是在室内 我们是没办法看得到的 外面也没有人 没什么人会来这边 现在这个情况 好 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